大家好,我是許惟信! 今天,我就來跟你們談談,為什麼要安裝行車記錄器? 我以前曾經是一個記者,記得有幾次去採訪意外的現場的時候,車禍受傷的一些司機,他們不記得當時發生什麼事情,可能有短暫失去記憶的情況 哇,什麼事情! 我愛撞我車! 你過來,你看,你看,我該撞你! 撞到這樣,我車很貴,你懂嗎? 賠錢! 誒,不要! 誒! 你又撞啥? 這時候叻,有一個行車記錄器,它就會記錄到時你意外發生時候的情況 你忘記了,行車記錄器會幫你記錄! 尤其是在交通燈發生的意外,如果你沒有這個行車記錄器,他們講清燈 但是你自己卻是清燈,沒有證據 所以,這個東西叻,的確是很重要的吼! 那你懂,你就成為殺人兇手了叻,人家講你錯叻! 但是你確是對的! 提防路罷,藍車,現在的社會,存在很多壓力 不要壓力,不要壓力! 當然路上開車叻,也少不了很多瘋子 換一個行車記錄器,如果你遇到藍車的話,至少還有一個影片幫你記錄起來 如果記錄得很精彩啊,你還可以上載到YouTube,還可以賺錢的叻! 這樣子可以透過這些影片教導人家,不要如板駕車之外呢 可能還可以讓你意識爆紅! 這個人多哦! 哇哇哇哇哇哇! - 拍影片! 如果你在路上開車啊,遇到一些新奇的事情,或者是很奇奇怪怪的車 你不可能駕駛車拿手機起來拍的嗎?很危險! 這時候有行車記錄器,它就會自動的幫你記錄 眼前你所看到的東西,很方便! 你手機這樣子錄,又搖晃,人家看了又頭暈 用這個錄音,穩穩,這樣子你錄音了 回家可以重複的看 這樣子,你如果你要拍vlog啊,就是用那個東西來拍就ok了! 不用買什麼Gopro了! 好可愛哦! BONUS!現在我來教大家一個 行車記錄器隱藏的使用方法! 現在,你只要把你一個鏡頭的行車記錄器轉過來 你就可以跑零四了! BONU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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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個要跟大家講的,這個小魚叻,他沒有贊助我們 BONUS! BONUS! 你看,他賴這麼難過哦! 如果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話,給我們10粒! 10粒就好,我們不要錢,我們要10粒! 用到嗎! 是啊